是否跟男朋友分了手 我跟男朋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ise 今天很開心 終於在加拿大這個新家 拍坐下聊天的影片 這間屋的採光十分好 所以對於我拍片來說 非常好 看到採光的印象 質素十分開心 今天的主題是Q&A 我之前在IG收集了大家的問題 今天有時間整理了出來 整理期間都發覺 大家問的問題 大部分都很相似 整理了一個很乾淨的列表 我今天就會逐條逐條回應 我收集了最多人的問題 就是在這邊找到工作做沒有 在這裡找工作做難不難 找了什麼工作 我已經找到工作 已經開始做了 之後在這裡找工作做難不難 我覺得是比想像中難 以及比想像中需要的時間 更加長 這裡不像香港 請人會很快搜 很快說你知道行不行 這裡需要的時間是很久的 平均需要大概兩至三個月的時間 才知道結果 所以大家不要像我這麼敏蠻才過來 遇到一點時間去找工作 我覺得會比較安心 沒有那麼大壓力 對我們這些新人來說 其實都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我們的CV 基本上主要是香港的工作經驗 基本上在地區是沒有經驗的 所以要花多一點時間去找一些可以接受你身份的僱主 是需要時間和耐性的 大家都知道我離開香港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申請了OWP 即是開放式工作簽證 然後選擇過來加拿大找工作做 就不是因為我在加拿大找到工作 我才選擇離開香港 而是我想在申請完OWP之後 在這裡找工作做 之後再申請String B這個移民計劃 所以我才會決定離開香港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一點 就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之前也有詳細解釋到 我為什麼會離開香港 或者是怎樣申請OWP那些東西 之後就是為什麼會選加拿大 為什麼選溫哥 為什麼不選多倫多 這個問題的比例都十分之高 首先為什麼我會選加拿大 就是因為加拿大這個國家offer的東西 是一個最快的途徑 令我去取得另一個國家的國籍 所以我就選了加拿大 為什麼會選溫哥華 不選多倫多呢 其實一開始我決定來加拿大的時候 我也是想去多倫多 因為我覺得多倫多的工種 會比較多元化一點 而且多大公司在那邊 找工作做我都會相對比較容易 但是後來跟不同的朋友商量過之後 他們也說服我來溫哥華 因為我對比起多倫多 我多朋友在那邊 所以如果以一個新人來說 當然去有朋友的國家 地區會比較安全 始終你有一個照應 真的出外靠朋友 我覺得這句話十分真心 除了有朋友在那邊之外 就是他們也說這裡的天氣會住得舒服一點 因為多倫多是要是很冷 要是很熱 所以是很難適應 所以最後 因應各種元素就決定來這邊 讓他們說服了 我就在想 反正都拿了開放工程 過來溫哥華 看看什麼環境 假設Touchwood Touchwood真的不可以的 是不是再去多倫多設定 我覺得也沒有壞 之後 很搞笑 大家對於我和我男朋友 我們的感情狀況都十分好奇 我收到這條問題 好像小鬼死了 他說是不是跟男朋友分手 有一個人問 為什麼會自己過去 那麼 我和男朋友 是沒有分手的 我們還穩定交往中 為什麼會自己過去呢 這個也是跟男朋友 商量完之後的決定 因為其實男朋友 工作都比較忙 他去香港有很多事情 還沒處理 而且他的情況 沒有我情況那麼趕 那麼急 所以最後我自己過來 大家不用擔心 未分手 未分手 有什麼意欲 再更新大家 OK 之後 都是關於男朋友的 男朋友什麼時候過來陪我 跟男朋友有什麼安排 這個問題的比例 都十分之高 男朋友什麼時候過來陪我呢 他就聲稱 是說會11月至12月 那些時間 都過來 可能兩三個月陪我 沒有啦 未確認的 我也覺得OK啦 你有空做完事就過來 我又不會很勉強地說 你一定要聖誕節過來陪我 我又不會 至少他搞定他做事的事情 他才過來 我也OK的 我也是一個 independent的女生 哈哈哈哈 會不會帶貓貓媽媽過來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影片 又或者是我IG 其實都知道 我有隻愛貓 Maru在香港 我的手機 學得是Maru 留意我IG就知道 我的貓在8月20日 就生了一隻寶寶出來 超可愛的 我很想念Maru 我想抱著他 很想 撒他的貓尾 大家如果要養一個寵物的話 應該是十分理解我的心情 那我會不會帶Maru過來 就還未確定的 那男朋友就應該 打算孫子寶寶給我的 為什麼呢 就是 那首先我真的很愛Maru 但是Maru的立場來說 如果他有得選我男朋友 就不會選我 那如果他沒得選 跟我都相處十分好的 溫恩愛 我也都感覺到Maru十分快樂 那如果Maru是跟男朋友一起 開心一點的話 那 未確定 但是我已經心情十分興奮 因為 在這裡自己一個住 比較孤單 很想養寵物 接著來 很多人問 就是我跟男朋友Londi 怎樣維繫 因為我現在在加拿大 他在香港 其實基本上 直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溝通 我們基本上現在每一天都會 Facetime 講電話 雖然有時差 我這邊的早上就是去那裡的晚上 去那邊的早上就是我這邊的晚上 大家要就大家 而且真的要多一點溝通 一定要溝通 所以我覺得Londi 最重要是要大家 願意花時間在對方身上 要主動找大家 只要願意溝通 我覺得就 維持到Londi 而且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每天的溝通 是給我很大的安全感和信心 鑽石生意是否會繼續 YES 我的珠寶品牌Loonz 是繼續營業的 大家 最近是有一個新方向的 如果大家有去移開我的品牌 我的Page 其實我知道Loonz 本身是一個買 依然鑽石藝術品的一個品牌 但是後來為了去 符合市場的需求 給大家多的選擇 就生了一個collection 叫Lap Orr 就是負責一些培育鑽石的 Jewelry 但是經過一番商量之後 我們覺得 都是收回Lap Orr出來 獨立一個品牌 會比較容易去管理 而且我覺得會令整件事更加好 更加順利 它會有自己的網站 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 它就多得支持 Lap Orr的現在的款式 其實跟Loonz會很不同 而且 價錢真的很合理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看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現在的生活習慣了沒有 首先 我完美的習慣了在這裡的生活 基本上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適應力 都很強的人 喜歡不喜歡加拿大 當然喜歡 對比香港這裡環境悔樂一點 生活節奏慢一點 我覺得個人也舒服一點 加拿大好不好住 現在這個status來說 我覺得是很好住的 很多朋友跟我說 因為你現在夏天而已 遲些就天天下雨 很灰 沒有太陽 之後又很冷 我遲些經歷了下雨季 還有冬天我再更新 聽說加拿大好 買coin是不是要買過去 我自己來之前 已經帶了香港一年的份量過來 Janny說 水機女主人 在這裡買coin不難 而且也不是特別貴 但是相對來說 配眼鏡在這裡比較繁複 而且十分之貴 然後我就強勸 如果大家要過來的話 就在香港 配兩副眼鏡才會過來 coin我就覺得 你帶你需要的份量 來到這裡再買也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十分之好 就是 加拿大是否人用名牌來的 他多不多用Hermes和Chanel 會不會很奇怪 我來到加拿大之後 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observation 就是你發覺這條街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人用名牌 就是他們的生活比較樸素 會看到很多人用toe bag 背囊 那你說有沒有見過什麼牌子 例如Chanel Chanel 有的 有見過的 但多不多 一定不會像香港那麼多 例如你香港搭乘地鐵 可能十個女生 也有至少七個是什麼名牌 但是在這裡是不會的 如果你在這裡什麼名牌都沒有人會歧視你 只不過我覺得是安全的問題 如果像我這個newcomer來說沒有車 我就不會說 什麼名牌 大搖大擺 但是你說有車的話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還有這裡的人 我看到 很多大眾品牌 是不是叫做大眾品牌 就是他們會有很多Case Bay Coach 這類型的品牌 我相對會見得比較多 你已經是Citizen或者PR問號 不是 我都想 好 之後就是如果沒有朋友在這邊 要建立本地的社交圈子 首先強烈建議大家去Facebook 搜尋相對應的一些Page 我會搜尋溫哥 看看有什麼出 我就加入了 溫哥和街坊會的Facebook Page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 我記得 如果他們搞活動的話 也不要害羞 可以出來認識多一些不同的人 還有我覺得來到第二個國家 同樣國家的人 是大家互相幫忙 其實我也是比起香港容易的事 因為我差不多都是自己一個 或者是跟伴侶過到來 容易地生活 會互相幫助我的心會更加強烈 可以這麼勁一個女生過來 沒有人 只要你低起了心肝 你就可以過來的了 可以讓人小心一點 那些什麼 防人 防人 防人之心不可無 就是懷著這個心態 讓人小心 讓人驚剔 其實我覺得 都OK 沒什麼大問題 都是這樣生活 然後 你最想念香港的什麼 有沒有想念香港 當然是我的男朋友 現在買口乖 其實我最想念 除了貓之外 我最想念是淡仔 我覺得在溫哥華 野食的種類很多 每樣都很好吃 但是就是沒有淡仔 有沒有掛著香港 我又感覺不是說十分強烈 很多亞洲的元素在這裡 例如我有很大的華人超市 吃亞洲東西的話 我樓下已經有 很多這些因素 令我可能減少對香港的想念 好 之後自己去加拿大 有沒有覺得很不安全 我覺得加拿大 感覺上算是安全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好人有壞人 總之都是剛剛那句 自己警惕一點 我覺得 多想一點點都是不是壞事 例如你在街上 我有一點避害妄想 就會想一下會不會有人跟著我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人 所以我就會很警惕周邊的事物 有什麼是來到才知道 長住的人要注意的事情 給提示 因為我們香港來的人 這件事是十分不習慣 因為這裡可能會去一間餐廳吃東西 它是分高級的程度去給提示 例如去西餐廳 是比較高級一點的 可能要給20%的一個提示 普通餐廳有得給你選 就應該是選12-15%的 這是一個文化來的 所以來到這個新的國家 當然你要融入這個環境 要適應這個文化 有一個人問 會不會接受外籍男朋友 我理解一個外籍男朋友 是不是就是外籍的 對嗎 我想首先外籍是不會喜歡我這類型的女生 但是你說我接不接受到呢 她感覺 我又不會理會國籍 就是適合感覺 就OK了 黑了多少 我想說我真的黑了十分之多 這裡的紙外線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在香港是本來曬也不黑的類型 就算我去沙灘也是不會曬黑的 所以來到這裡要做好防曬的功夫 大家記得 真的連身體的防曬也要塗 這裡有加拿大好乾 有沒有轉護膚品 也有的 我好像轉了歐美牌子 因為在這裡買日本和韓國的化妝品 護膚品是特別貴的 因為這裡也相對天氣比較乾 我本身也是乾性皮膚 所以也一定要用護膚油才比較足夠 之後 回家有什麼toe bag推介 十分推介 樸素生活的 Muji那個媽媽 好之後 爸爸媽媽將來會不會到加拿大過退休生活 我記得之前有跟我爸媽說過 他們的想法是 他不會想六十多歲就過來 要重新適應生活 由零開始 他們不是那類型的人 之後一個月的洗費 放心 大家 我是有計劃拍這個影片的 但是因為我剛剛來到兩個月 我沒有太多的資料 所以等我收集多幾個月的資料 我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一來到 洗費一定是多的 你要 賺房子 你要買傢俬 買電器 所以不是很準確 我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著 之後 跟男朋友磨合的方法 我跟男朋友拍拖三年多 因為 你始終兩個人不同性格 不同的生活背景 都有不多不少的爭吵 爭吵也是一個磨合的方法 但是最重要是吵架 是有解決方法 是大家有溝通過 我們是會吵架 吵架就盡量立即解決 就不要隔夜仇 幫大家遷就 好 之後有沒有想過結婚 有沒有說過呢 算不算說過呢 可能過了一兩年吧 我不知道 你結婚不是說 你自己想結就結到的 都是雙方的事情 對不對 都是等男生求婚的 至少我先拿了PR 等這裡 可以穩定下來 settle down 再想 會不會去美國 我也很想 但是首先我現在沒有車牌 還有我要在這裡工作一年 儘量不要離開加拿大這個範圍內比較安全 因為接下來要申請PR 不要令過程那麼複雜 之後出發去加拿大前的準備 好像很遙遠的事 讓我想一想 之後到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 英文很差 DSC可能只有Level 2 但是準備過來 會不會很難適應 加拿大屬於華人很多的國家 我覺得相對比其他國家已經容易適應了 在某些地區 例如Matchel Town 其實基本上你不講英文 我覺得都生存到的 不用說英文很厲害才過來生存到 我覺得過度來慢慢學習 慢慢講 這裡的人不會歧視你英文差 我覺得 對比香港的英文 我覺得會比較放鬆 還有容易學習的地方 過度來慢慢學 這裡我覺得大家的包容能力 接納能力也十分之高 所以不用擔心 一定在這裡可以生活到 加油 答完這麼多條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兩條影片 記得告訴我 我可能在IG開多些不同Q&A的session 收集大家的問題 拍Youtube也行 或者在IG和大家互動也行 所以今集的Q&A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之後還有IG 你就會緊調我在溫哥華最新最新的動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